诶 这样说对 好歹你也是堂堂大鲁阁的操盘手 你擅长的到底是什么 许俊奇是赛车达人 也是大鲁阁娱乐的执行副总 大鲁阁纤维是40年的老纺织场 近年却以棒球打击场广为人知 但国球生意不好做 我们最精华的事实上是在 在2004到2006 从2005到2006 办了两次王建宁的我手回 然后他2007年就受伤了 2005年有一次小的资胖签给 当这些热情的球迷被伤害的时候 我必须去 我这公司就开了 我这点就是我一定要维持他的 找到一个不同的价值 业绩一掉两三成 逼得许俊奇不得不多狡化经营 大鲁阁开了保民球馆 撞球馆 还有他的最爱卡丁车场 那种传统的这种卡丁车 我跟你讲 都在超野外那种 野外然后上厕所臭的钥匙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坐 没有空调 大鲁阁卡丁车场是台湾 唯一合格赛道常举办比赛 一日赛车手学校等炒热气氛 连艺人邱泽也是常客之一 艺人阮金天林志颖也是卡丁车的爱好者 心光意义带动营收 大鲁阁的下一个计划是赛车场环绕的购物中心 只是没想到这个热爱速度的男人 被女儿爆料最怕的居然是狗 以前还在站地震驿的时候 晚上是没有灯的 然后晚上就让走 然后就有狗冲出来给你叫 笑的吓死 你怎么会去喜欢她 就没办法 我今天不应该在你拿你 就是来抱我的药子 你绝对是爆料的 怕狗却躲不掉狗仔 好啦徐总 牺牲自己照亮公司 你真的很敬业啦 哈啰大家好我是陈世恩 一手掌握一周刊不只是周刊 从下一开始 马上用你的手机 搜寻台湾一周刊APP 就可以免费下载这个APP 随时随地一手掌握 所有最新的格资讯喔